说得好听你是在抚慰她 在她伤痛的时候给她一些慰藉 说难听一点 一次是无意 两次是冷漠 第三次就是无耻 不要纠缠了 可以做一个好女人 但不要做一个错的爱人 视频中这个女人名叫小刘 那么她到底做了什么 竟导致图雷老师这样说她呢 之前吧我俩是高中同学 都是一个班的 还有我闺蜜 我们三个当时玩得特别好 三个人 她俩慢慢就有感情了 就成一对了 后来上大学了 特别巧 我跟她竟然考到了同一所大学 都学的是化学专业的 闺蜜她就是考到另外一所大学了 然后结果我俩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慢慢的就是接触时间多了 她对我的感情就产生了一些变化 但她当时就是跟我表白了 刚开始没有同意嘛 后来她就是真的对我越来越好了 然后就是不管是送礼物啊 惊喜啊 特别总能就打动我 我之前没有谈过恋爱嘛 被她感动了 然后就跟她在一起 交谈中得知 原来小蒋是这样成为小刘男友的 不过说来也是 人对于抢到手的东西 自然是非常珍惜的 不过对于小刘来说 小蒋既然能被她抢走 也同样可以被别人抢 这部两人交往没多久后 小刘就发现男友在外 与异性暧昧聊天的证据 后来得知此人竟是她的闺蜜 也就是小蒋的前任 明白一切的小刘直接炸毛 说什么都要找男友小蒋要个说法 但面对男友的避而不见 她气愤地找到了节目组 刚一上台 小刘就生气地指责起男友 小刘生气地说的 男友明明已经和前女友分手了 却还瞒着自己和她偷偷联系 何况前女友还是自己之前的闺蜜 她们之间这么尴尬的关系 男友竟然能够熟视无睹 这让自己心里怎么想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和男友分手 听到这里 主持人不免疑惑了起来 问了小刘一个问题 之前吧我俩是高中同学 都是一个班的 还有我闺蜜 我们三个当时玩得特别好 三个人 她俩慢慢就有感情了 就成一对了 后来上大学了 特别巧 我跟她竟然考到了同一所大学 都学的是化学专业的 闺蜜她就是考到另外一所大学了 然后结果我俩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慢慢地就是接触时间多了 她对我的感情就产生了一些变化 但她当时就是跟我表白了 刚开始没有同意 后来她就是真的对我越来越好了 然后就是不管是送礼物啊 惊喜啊 特别总能就打动我 我之前没有谈过恋爱嘛 被她感动了 然后就跟她在一起 其实小刘和闺蜜 还有男友小蒋是高中同学 刚开始三个人的关系十分要好 之后闺蜜和男友渐渐互生情愫 可没想到后来小刘和男友 考上了同一个大学 有了更多接触机会的两人 开始慢慢地越靠越近 而不久之后 男友小蒋直接向小刘表白了 可是闺蜜却感到自己 受到了两人的双重背叛 于是便怒不可遏地质问小刘 我闺蜜知道了 我俩在一起的事吧 质问我 问我说 你俩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 你是不是就是 之前就对她有意思了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勾引她 然后俩才成的呀 然后当时我跟我闺蜜解释过了 我说我们是后来就是上大学了 才发现彼此就是接触多了 才发现挺合适才在一起的 然后闺蜜根本就不信 我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我当时真的就是挺难过的 也为闺蜜的不信任和伤害人的话 让小刘的心里十分不舒服 明明自己是在大学里 才和男友小讲在一起的 高中时并未有过什么越界的想法 可闺蜜始终都不肯相信自己的解释 一直固执地认为 就是小刘抢了自己的男朋友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闺蜜 毕竟好朋友和男友在一起这样的事 放在谁身上估计都会免不了去多想 那么这件事之后 小刘和闺蜜又怎么样了呢 我俩就因为这事闹掰了 那我选择他了 我当时就说 我跟我闺蜜已经闹掰了 你作为我男朋友了 现在是不是应该站在我这边 就是以后也不跟他联系了 可是最近你知道吗 主持人 他竟然还跟我闺蜜还联系 我感觉分手了 没必要不能成为朋友 在小刘眼中看来 既然男友现在和自己在一起 还已经和闺蜜分手了 就不应该再和闺蜜有任何联系 何况自己和闺蜜还是那么尴尬的关系 有人说 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确实 当一段感情画成句号的时候 作为前任就应该从对方的生活里消失得干干净净 至于分手还能做朋友之类的言行 无非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也给对方一点暗示 我不想走快来挽回我 可是令小刘感到意外的是 男友小蒋竟然还偷摸得跟闺蜜有联系 听到这里 就连主持人也斥责小蒋不长脑子 可是小蒋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甚至还为自己辩解说 自己只是简单的帮助朋友 但小刘没有理会男友的解释 继续指责着他的不对之处 因为你都闹掰了 你还在帮他 那他有事找到我了 我感觉我能就当普通朋友的话 帮了 帮了 而且帮了他还没有跟我说 被我发现 他给他发微信 问他说 帮我的那个忙 现在名额怎么样了 够了吗 被我发现了 我问他 他才就是跟我说的 那我要是告诉他的话 这事我感觉 他肯定立会往心里去 看来小蒋并不是丝毫不开枪 可是话又说回来 既然他明明知道帮前任的忙 会让女友心里不高兴 那为什么还要不顾女友的感受 去做那件事呢 对此小蒋解释道 他认为多个朋友多条路 现在好心帮助了前任 以后他和女友有什么事的时候 前任肯定也会二话不说的伸出援手 毕竟之前他们三人也是多年的好友 小蒋的一番话 让现场的观众们哭笑不得 先不说小刘那么在意男友和闺蜜的关系 就算是以后小刘有了什么难处 估计十有八九也不会去找曾经的闺蜜帮忙 听到男友小蒋的话 小刘表示 这件事也就罢了 只要男友长个记性 以后不再和前任联系就行了 而最让自己难以忍受的是 男友竟然拿实习证明来要挟自己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男友小蒋真的是小刘说的那种处心积虑的人吗 就那次我们现在已经大四了嘛 然后面临实习了 我们都是学化学了嘛 就在化工厂实习 当时实习一个月 就可以拿到实习证明 可以回来了 但是我又觉得这种实习机会挺难得的 我想多在那待一下 我把实习证明给他了 让他回来帮我转交 他当时就是拿实习证明竟然要挟我说 你如果不立马回来陪我 我就把实习证明 就不给你交了 对于女友的指责 小蒋却有着自己的理由 他解释的 因为自己的上一段感情就是因为异地而分开 所以每当女友离他太远时 自己的心里便十分没有安全感 非常担心两人会因为距离太远而导致感情淡薄 可是小蒋既然有自己的顾虑 好好的和女友商量一下就可以了 直接拿实习证明威胁 他确实不是十分恰当 小刘也直言 也为自己的专业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 他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这个实习机会 本来想在岗位上好好锻炼一下 却没想到男友因为自己没有安全感 便打破了他美好的愿望 可是男友既硬要让自己回学校 又不想在别人面前承认他们的关系 接着小刘便提到了给男友送充电宝时发生的事 他说他手机没有电了要送充电宝 我当时是有课的 然后我当时是要上专业课老师点名也挺就是要扣分那种 就不想给他送 然后他当时就是不送就生气啊又急用啊什么的 然后我当时就想那我就去给他送吧 结果我当时给他送完了之后 他没在 然后我就给他同学了 据小刘所说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去给男友送东西 绝对不会知道男友竟然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起过的 可是当时自己已经和男友在一起一年多了 男友还在外边宣扬单身 难不成是想骑驴着马 物色下一个更好的对象呢 可女友小刘的话音刚落 小蒋就立马直呼冤枉 解释自己并不是不想承认女友的存在 而是认为没有必要告诉所有人他们谈恋爱了 并且无论是自己的朋友还是室友都知道女友 这组可以证明自己并不是朝三暮四的人 反而是女友碰到的那几个同学恰好不知道而已 可是在小刘看来 男友这就是在给别人留机会 枉费自己平时对男友尽心尽力 没想到却换来了男友的狼心狗肺 说着便提到了自己攒钱给男友买鞋的事 看她爱打篮球穿的球鞋就是她前女友送给她的 你知道那种心情就是心里挺不得劲的 不太知道 然后我就想我就给她买一双好一点的球鞋 让她就一直穿着我送的 限量版的球鞋真挺贵的 我是又没有什么就是太多的钱去给她买 然后我就去打工了我当时 白天发传单晚上我还要去坐家教 就这样我回到寝室每天就特别累 就躺在床上就不想说一句话 这样持续了半个多月吧 我就攒够了买鞋的钱 我就给她买了一双鞋 你说我这么用心地对她 她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地穿这双鞋 但我从来都没有见她穿过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那鞋 颜色还有款式什么的我都特别不喜欢 那你也不至于说 我以为你抱着睡觉 原来你不喜欢啊 就是鞋合不合适 只有自己脚才知道吗 是啊 他竟然把它卖给他室友了当时 一回想起来送鞋的是 小刘就愤怒地气不打一出来 自己辛辛苦苦每天努力挣钱打工 终于攒够了钱给男友买的礼物 可是男友非但没有好好珍惜 反而转头卖给了其他人 确实 其实小蒋如果不喜欢女友买的鞋 完全可以换成自己想要的款式 而不是直接践踏女友的一片真心 那么对于这件事 小蒋又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因为我不喜欢这双鞋嘛 我把这双鞋退回去也特别麻烦 然后我要跟他说呢 他也肯定特别心寒嘛 然后那天我就在启示说 我说这鞋颜色什么的 我都特别不喜欢 然后室友就说他喜欢 他说要买 那我都说这话了 他说买我不卖的多不好啊 后来我俩一商量 然后就卖给他了 你是加价了呀 还是打折了 比原价能少点 看着一脸难过的女友 小蒋赶忙解释的 因为害怕女友不开心 自己便没有告诉他 自己不喜欢这个礼物 恰巧是有非常重一些的款式 所以这才把他卖给了室友 但小刘明显没有听进去男友的话 他表示 自己省吃俭用那么久 就是为了省钱给男友一个惊喜 没想到男友根本就不把 自己的情意当回事 况且当初还是男友 让他学习怎么准备礼物 这时主持人问了小刘一个问题 向谁学习 向他前女友学习 向闺蜜学习 对 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他是当时嘛 他是过生日嘛 第一次嘛 然后他就嫌我准备的不好 我当时挺勇气的 我没有经验 不会呀 然后我当时就给他订了个饭店 然后还有个蛋糕 本来想的就是咱俩能开开心心地过一个生日吗 没想到他当时来的时候 没有点惊喜的感觉 反而就是连个笑容他都没有给我当时 为啥 因为我感觉吧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他给你准备礼物 他用没有心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次过生日就感觉跟一帮哥们在一起喝酒 过生日一样 我完全感觉他还没有我妈给我准备得好 所以你现在要分手是吧 对 他就后来就一直拿钱就有跟我比 让我学嘛 然后我就后来就学了嘛 学了还不满意呢 你说你是我男朋友吗 我对你这么用心 我感觉他就是好像把我当成一个玩伴 就是不但不关心我的事 而且就是我对他再怎么上心 他刚开始是挺好的 把我追到手之后 他就是对我那么的冷淡 小刘坦言 自从和男友小蒋在一起之后 男友动不动就提及自己的前任 还让他向前女友学习 更过分的是 每当自己遇见什么问题 男友不仅不尽力帮他解决 还多次拿前女友奚落自己 最主要的是 男友和前女友竟然还有联系 这让自己再也无法忍受 所以说什么也要和男友分手 事情发展到这里 一旁的嘉宾老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礼物不是用来实用的 那是一份情意 那是可以卖的吗 那我再问你一点 你妈给你织的一件毛衣 你不喜欢你会卖人吗 那不就是了 为什么不会卖给别人呢 因为那是一份沉甸甸的爱吗 他给你买那双限量版球鞋 他是出去发传单换来的 那些辛勤的汗水 可以用金钱来等粮吗 可以吗 所以你还好意思说你爱他吗 争辩有什么意义呢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尊重对方 尊重爱情的男人 就是直面自己 不爱就放手 就好自为之 涂雷老师的话虽然直接 但却是良药苦口 小蒋能够那么痛快的 就把女友的礼物转手卖掉 说明他其实并不是十分爱自己的女友 或者说只是一种单纯的依赖 在和前任梳理冷淡的时候 女友小刘走到了自己的身边 说到底小刘也只是一个替代品而已 那么在听完老师的话之后 不知道他们二人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我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他总是第一时间过来安慰我 无论是前一段感情还是怎么样 就是他就是尽可能的满足我所有的要求 可能是我以前的要求也是太苛刻了一些 但是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 请开门 故事的最后 小刘并没有走出密室 一段原本就不属于自己的爱情 即便抢来也是留不住的 希望在此之后他可以学会成长 也希望小蒋能够学会尊重他人 不要再辜负别人的一片真情 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屏幕前的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